洛斯卡洛斯是位于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座海滨小城 历史上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来自中国的商船经这里中转驶向拉美国家 2012年的6月18号到19号 20国集团领导人第7次峰会的举办 让偏居海角的洛斯卡洛斯大放异惨 借力峰会这座风光迷人的城市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一起随记者去看一下 这里是墨西哥的洛斯卡洛斯 我身后的这个场馆呢 就是2012年及20召开第7次峰会时的主场馆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洛斯卡洛斯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沙漠的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地域风情 才更多的为世界所守之 蓝色海岸和金色沙漠相互演应 一山而建的西班牙式小楼错落有致 行走在洛斯卡洛斯的阳光海风间 除了静静助力的场馆 峰会更多的印记 已经融入到小城的生活中 81岁的吴廷阳老先生祖籍广东 是洛斯卡洛斯为数不多的华裔 也是小城的第一批开发者 上时级60年代 身为建筑师的吴廷阳 设计并建造了洛斯卡洛斯的第一座五星级酒店 当时小城居民不足千人 即便有游客 也大多来自美国加州 洛斯卡洛斯真正向世界敞开大门 是在成功举办APEC G20等国际峰会之后 2012年6月 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 来到洛斯卡洛斯 各国领导人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就业 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 达成多项共识 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 就世界经济增长开除药方 让会议备受关注 吴老先生家的小院 在当时成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住所 一家人学做中国菜 学习中国礼仪 倍感荣光 峰会之后 老先生的女儿顺势将院落 改造成民宿 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文明墨西哥的特色酒店 游客入住 起码提前三个月预定 我身后的这一片呢 是洛斯卡沃斯的曼达努海滩 那里也是整个城市风光最为秀美的区域之一 在我左手边的那一片密集的建筑呢 它都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知名的海景酒店 像这样的酒店在峰会召开之后 整个洛斯卡沃斯先建了三十多家 随峰会而来的全球游客 让这个曾经安静的海滨小城变得热闹起来 尽管不是旅游旺季 但海滩上 喝着拉丁曲风翩翩起舞的游客 让城市的热力无处不在 借着峰会的东风 墨西哥将洛斯卡沃斯定位为国际旅游名城重点打造 二十多条国际航线相继开通 通达各州的高速陆续建成 不断提升的旅游基础设施和知名度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创业者 意大利人Joy Marco 原本是伦敦成功的金融投资人 几年前带着家人来度假 被城市生机勃勃的旅游商机留住脚步 近年间他经营的餐厅已经在墨西哥开出了连锁店 如今洛斯卡沃斯居民超过二十五万 百分之八十从事旅游服务业 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全球各地 多元文化和风情的交融 也拓展着城市的全球客源 峰会召开后 洛斯卡沃斯成为墨西哥国外游客增长最快的城市 旅游收入占到整个南下加州的七成以上 尽管来自全球的投资和游客源源不断 但洛斯卡沃斯的旅游开发依然以不破坏海滩 不打扰渔群回流为最大原则 对每一个入住项目做严格的绿能考评 如今畅游在城市的海域 清透的海水 簇拥左右的渔群仍然是最动人的风景 而借着举办峰会的成功经验 洛斯卡沃斯积极承揽 世界足球比赛 全球高尔夫大赛等赛事 以国际展会为平台 打造城市特色提升旅游品牌 留住这一方天蓝海境就是留住城市最大的发展优势 这是G20峰会带给洛斯卡沃斯的最大财富 而借鉴洛斯卡沃斯成功建立峰会的经验 即将举办G20峰会的行中 也一定会凭借不断提升的城市运位 经验世界 继生全球旅游民权的行列 浙江台记者 墨西哥 洛斯卡沃斯报道